刘毅61岁丧偶 住房面积56平米 退休金3740元 掌印的都不错 都不错是不是 就差岁数 都低 这回呢我再给你介绍 我就还按照那样的条件给你找 就会给你找一个岁数小的行不行 再给你介绍 那岁数你给我说一个地体的要求吧 52 59 就是上限59下限52是不是 刘大哥明确地 给咱红娘定出了则偶的年龄范围 眼前的刘大哥憨厚老实 咱红娘也得给她找一位 同样辛劳善良的女人才行 家住长春市 现在在经营一家小超市的林立春 林大姐 今年52岁 勤劳能干 无论从外貌性格还是年龄上 都符合刘大哥的则偶要求 林立春52岁 离异 无住房 月收入3500元 阿姨 那你这个地段不错呀 对面就是长影是不是 对 对面就是长影 这个是长影 这个是长影 挺好的 对 这朝春你也会来对的是不是 对了多长时间了 对快两年了 对了快两年了 对了快两年了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梦想的人 就是总想干点 总想就是创造点价值 就是为什么学快手呢 就是一个人活在吧 他要么能给别人带去乐趣 要么就能给别人带去价值 知道了吗 我不想一天就每天就是白活 就是一生啥也没干 林大姐说 别看自己现在已经年过50了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价值 绝对不仅仅局限在 每天经营这个小超市上 人一定得有梦想 是他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我的信念 我原来的梦想 我一说别都笑 我原来的梦想是当记者 因为他可以传播 就是很多消息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 但后来我觉得记者真的好难 我就是有一个挺有梦想的 因为小的时候在农村 我不喜欢农村那种生活 十八九岁就结婚了 结婚了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又没有教育好 然后孩子十八岁又结婚了 又生孩子 就那农村那种生活习惯 我真的受不了 但是后来就有个机会 就上长春的大工 就再也没回去 刘大姐从老家酒台的一个小乡村 走到了一直梦想中的省会 长春市 算是实现了心中的一个梦想 可是对于当时才十九岁的她来说 诺大的城市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夜深人静的时候 唯有音乐才能安慰林大姐那颗漂泊的心 反正这个你这个啊 年龄我可是按照你 过后很长的啊 然后 大伙子 大了 大了 这个就是她猜的手套 这个 来了呀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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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您好 是不是 也不失望 因为我这年来姐夫是找高大上 两个人一见面 刘大哥对林大姐那是相当满意了 林大姐对刘大哥印象也不错 感觉到了被认可的刘大哥 自然是动力满满 妈 这都是啥 这都是我的事业证 事业证 那一个都有 这4050 4050给报销 对啊 就是有 我四个证 哎呦 淑女干啥 哎妈 你这真是带着满满的成绩来的呀 你害戴侠了 你这是 那不是我兜的小 那你还想戴侠要不然呢 哎妈 这么的吧 你来你自己看看吧 他也就是特别诚恳 也就是说那意思 我要是想取谁 我就这一堆这一块 你要想懂的 我能给你啥 我就告诉你啥 看出在刘大哥的实惠劲没 刚打完招呼 就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的情况 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林大姐 眼睛俩有点红 我说啥 上那个树林去剪砖那树林刮的 剪砖干什么 我家要装潢 马上要装潢 那装潢去剪砖 那剪砖糊的 剪砖那你先去买这个 不就花钱买呀 剪砖不省点 不过日子 哎呦 不过日子 我真没看出来 你你剪砖那你趁何人能剪砖啊 那个上那外边那个工地 把那树林去剪砖 这就是说那意思 这个每个人干什么 她是提前有准备的 我十五六 我上标地剪的 大辣植 看得到没 大辣植 我有感觉 有女人都有一种 第六感觉 就是觉得她能对我很好 为啥这么感觉啊 女人都有第六感觉 你就是看着这个树的外表 还有她那个刚说了几句话 嗯 那种诚实那种感觉 如果你跟她过 这个男人一定会对你很好 对肯定能 通过剪砖这一件小事 让林大姐更肯定了自己的直觉 刘大哥的确是一个 可以托付后半生的男人 她有成家看看吧 行 行吧 上在家看看 看到姑娘啥意见 行 听到刘大哥的女儿和外孙都在家 林大姐心里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跟刘大哥回家去看看 自己啊 能更安心些 这我成了 我的呢 这我们的 知道 嗯 这我应该拿了 我跟姑娘的 对不过 她不是说这个阳台打什么 对 就把这一块给打 对 她觉得女人就是房子 就不是南北通通的挺压抑的那种感觉 东西有点乱 不要 开门 开闲一点 她会觉得她女儿不愿意出来 好像有点不愿意 但是我觉得她宫间给儿子洗澡 但是我觉得她是她爸应该跟她打过电话说的这个人要来的时候是不应该洗澡的 最起码就是对长了一种尊重 林大姐说她之所以决定跟刘大哥回家看看 一共就两个目的 一是看看房子咋样 二是想听听女儿的意见 到了刘大哥家后啊 本来房子就不是很趁心 刘大哥女儿又避而不见 这让林大姐的心里啊 顿时就觉得特别堵得慌 我就是上班下班 有时间我就是 坐在前满的 就是啊 好天的那一天呢 咱俩就是扯着手 像有公园 看着那好东西 合适东西 买点口红了 买点眼门啥的 就是啊 挺好 回家了 就是这种生活 但是我也能接受 你不敢说话 我说话 有关系 有关系 你看说这句话 被她搓在上 是怕不平平 是不是 你看看 你 休息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 刘大哥和林大姐的对话 一直没露面的刘大哥女儿 突然就从屋里出来了 刚洗完澡 没敢让她出来 然后洗完澡 长得挺俊丽的 天天过来呀 这小的 挺意外的 给她搅搅头 我说给她正好 今天天挺好的 开住吧 看看啊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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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无量的啊 这就是羊面 挺好的 一个好 因为等它装修完了就更好了 这是烂倒的都一撤 完了再整点窗脸啥的 对 就是你就是再大的房子 那不就飞一张床嘛 再说你说的主要是 还得主要是在处处 刘大哥女儿的出现 让林大姐这心里啊 顿时就觉得亮堂了不少 看来之前是误会人家了 再加上林大姐彻底的参观完整个房子之后啊 之前对房子的不满意也都打消了 看着林大姐脸上游阴转情的表情 刘大哥决定趁热表白 我就是个儿拿一点 稍微拿一点 我就就 我也不会说不会道理 你看行不行 这就是平时能干 干净历史 老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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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我要做吃饭呢 都两点呢 那一会儿我就不去了 孩子一会儿上网课 然后你们就去啊 对于去哪儿吃饭这件事 刘大哥可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他直接就把林大姐带到表哥开的烧烤店里 既给表哥的烧烤店蓬蓬厂 又能让表哥也帮着参谋参谋 你介绍一下的吧 这个是那个林立春 然后今天我们给你的叔叔介绍一下 谢谢你啊 没事 就是太实惠老是本话 我就告诉你 看出来了就贼实惠 还贼能干 啥毛也没有 还听媳妇话还疼媳妇 那你就不用说了 就是找两笔说又成交 替我对以前的媳妇对你更好 知道 做饭洗衣裳 我全给你包了 主要我不 没啥毛病不感冒的 不知道没啥毛病的 你就你的医生撑一医生 外边医生什么被疤 被疤的从哪儿我全给你洗 那你说那我干啥 干啥呀 这些你劳动了 不不不 你去改家 这样子 这样子 你先说 那那个我们就先撤了 然后你不得把阿姨送回来 走走走走 那我走了 拜拜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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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添麻烦了 没事 然后你有啥事 跟我打电话 你走吧 给你们添麻烦了 走 那你自己的心 你那个阿姨 你想不想想喜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的 我怕想不就这一句话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钱 我说你有房吗 没房 我说啥还没图 你还整这这呢 我哭了 我当时就跟他哭了 他说你别哭了 咱们就当朋友吧 就朋友我也不能想 之前碰上个自己喜欢的 就得听前妻的话 咱就遗憾地错过了 然后上次给你介绍那个 你说说自己心里头 看着阿姨喜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相面相中 相中了 但是姑娘不同意 不同意 对不对 那你还得 咱也得听姑娘话呀 我现在暂时先听着 这件事 姨 你就放心 就是 这个事呢 我们也没想到 你说他俩都已经 你看都 你都没说那啥 你俩是相中了 结果刘叔这头 因为又听他姑娘话 又觉得说 嫌你太漂亮了 没事阿姨 你就放心 等你的节目播出之后 就你这个气质 这个条件 他也不自信 一定 没事阿姨 他不自信 一定有自信的叙说 是觉得我就是能 给你幸福的 对 林大姐说 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长相漂亮 他竟然成了此次相亲失败的理由 自己好不容易 说服了自己降低择偶标准 尝试和刘大哥接触事实 去换来这样的结局 虽说他最终选择了理解和接受 不过他还是希望 刘大哥在终身大事上 能随着自己的心走一回 我跟你说说 今天的第一呢 你给我打电话 你跟我说 跟那阿姨有了点问题 这是第一 还有一个 我第二个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你的节目昨天晚上出出了 从昨天晚上 到今天早上 好几个阿姨都给我们节目 做打电话 全相忠 全相忠 然后 估计连刘大哥自己都没预料到 原本以为荆棘重重的相亲之路 竟然峰回路转 二楼 天啊 哈喽 我是得从这边上 是不是 这几楼 一二三四 等我啊 杨丹五十八岁 三偶 住房面积六十平米 退休金两千元 姐 昨天晚上我听说 你是吼啊 你把什么事啊 咋的 用啥你吃吼啊 就不是一考虑 就个人后面生的问题 就是有点那啥的 心有点 想那事是 到底是怎么有点那啥 本身自己也是单身 找对象也很正常 但是觉得吧 一放电视 就觉得好像 满了情面的那种感觉 实际倒是没啥 我们把杨大姐的详细情况 和心意都转告给了刘大哥 这刘大哥 听到杨大姐的各方面条件后 十分满意 迫不及待的 就要求红娘 带着她去见杨大姐了 这杨大姐的 这杨大姐的 这个脑 她知道的 阿姨知道你多高个 她看过你的节目的 行 现在就是她这个 这个形 我就 这个形象吧 我就给我心里面实际 说 咱自信点 我跟你说说 不是 不止一个阿姨相中你 后几个阿姨都跟我们打电话了 都说相中你了 那就说明 你还是有你的优点的 对对对 来 我检查一下 好 说 听我说 今天咱们自信点 没有邻居了 也没有姑娘在外边的啥了 没有邻居了 你就凭着你的心 你就凭着你的心 你就看这个阿姨 你相没相中 没有别人去就是给你 去左右你的想法了 行不行 咱们今天为自己活一把 对 自己的幸福 自己争取 行不行 行 盗没盗 来 你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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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见过了 昨天晚上 这事见过 看着刘 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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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行 两人也不瘦也不胖 正好小瓜子脸 小瓜子脸 你身材呢 还行 挺好 身材也好 腰条 直溜的 小瓜子脸 你哥哥这俩 眼睛 眼睛不大不小 正好 在眼睛上行的 肯定得找最少 一米八零大哥 那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吧 我也行 经历太多了 到这个年龄了 就是晚年 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找一个这样 根本分分的 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 必须把人的挺着腰杆 男人你就记住 咱们走哪 咱们也不服谁 咱们跟你说也不照谁 就是说个儿 不爱 咱们是说人体不爱 你知道不 有了杨大姐的鼓励 刘大哥又说出了自己 第二个 也是最后一个担心的问题 我就是担心我这个 就是你儿子跟你报的名 你见面的是长得也不好看 你没有样 妈你看行不行 倒是好说的 是吧 我就怕这个 这一个个哪 就对了事 我跟你说 易哥 易哥 我跟你把这一一给你解答了 我得我得让易哥有自信 那个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找的老头 不是给他找的 是我给我自己找的 现在孩子 我妈幸福 我妈高兴 她就啥说没有 杨大姐很是幽默爽快的 就解答了刘大哥心里 最担心的两个问题 尤其是听到杨大姐 叫完那一声易哥之后 刘大哥这心里呀 就跟开了花似的 你就得能信任我 肯定就说你得 你得听我的 就是说 钱得我管 这是衣 我这衣服啥 我都得我帮你买 你不能说你随着便 上衣服上店买了衣服 你说一会拉链开了 两会儿这衣服 你这事啊 我正常的 钱 我的福祉给你照好了 生活肯定给你照明的爸爸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就出去 卡 卡我的 又卡 卡 卡我的 比如说我俩差不多了 登记了 比如说登记了 是把钱交给你们 人家给你出发洗衣服 熟没别的优点 就挺话 是不是熟 我媳妇活的钱 你知道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媳妇活的钱 比如说开 你钱开的钱少 一百多个钱 回家我住 他就这样 咱俩就是说 真是能结实结合到一起 我会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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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欺负你 多谢多谢多谢 我都不会欺负你 我跟你说 真的保护你 就是我 因为要男人保护我 我也要保护他那种感觉 叔 先去了一辈子 一辈子 这回有人撑腰了 撑腰了 撑腰了 我得展示吧 有人给你撑腰了 展示吧 腰还撑不起来 撑不起来 那你啥时候撑起来 啥时候那啥 让你好好撑起来 对 这话 红娘相信 心地善良 处施果断的杨大姐 突然以这种方式 出现在刘大哥的生命中 一定就是为了来温暖刘大哥 这颗需要被人疼 被人爱的心疼 小俩比如说也成了 这个 你给我长得多 你给你长得多 你给你长得多 行了 把你交给我了 谢谢 谢谢 我相复了 为什么我呢 相复相复 本来今天是给叔相信 就怎么说着说着 就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 就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把叔交到你手里头 我特别放心 假如说真成了以后 就是我是你媳妇 那你呢 你是我丈夫 你是我先生 我肯定也给你 就是穿的也非常非常 我一瞅心里特别舒服 然后呢 你呀 说你家人啊 或者你孩子啊 或者谁见卵 你看老头变了 你看你找这媳妇 媳妇你好 他就改变了 我问你 你这个市场 市场你离这多远 你说是早事还是 夜事 你现在没有夜事 就是早事 早事一个大市场 市场 你问这个还有 我有我的想法 你说我也来 我成了 我得买东西 表面上不善言辞的刘大哥 其实内心里也是很细心的人 甚至都开始暗暗盘算着 他和杨大姐以后的生活规划了 提来也不说 比如来提大爷呢 挺好 我就不说 提根 提根 挺好的 太好了 想动了 那啥吃香蕉呢 不不不 我不是够 好好 好好地想说一下被别儿堵的感觉 什么想说 对对对 叫什么八个香蕉 香蕉 谢谢 香香甜甜 香香甜甜好好好 以后的日子就是说 大约就是说一哥 咱们之间就是以后的日子 后半生一定要香香甜甜 长的呢 谢谢咱们 看着杨大姐给刘大哥 扒香蕉这甜蜜劲 我们这心也算是落地了 之前我们还有一点担心 怕杨大姐跟刘大哥的性格 反差有点大 但是人家杨大姐觉得 刘大哥特别适合她 她说俩儿之前的婚姻都很幸福 也都伺候了生病的老伴 俩儿伺候了好几年 有了这些相同的经历呢 相信俩儿以后 肯定能更加珍惜彼此 李永悟84岁 一气锻造厂高级工程师退休 月收入6000元 李毅住房面积107平米 大盘 这是两个股票 这是看看曲石 这是看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账本 股票之外你投出了多少钱 当时吧就一天的一个曲线 从头到尾你不懂得了就全这样的 买就一百多万一天就没了 那你当时不上火吗 上火不上火呀 还在这 我说这啥妈妈的正位 这啥正位 哎呀这这这这这东西嘛 炒股是是一个游戏 是个赌博 你得有心态 啥叫做幸福 啥叫乐趣 我的幸福和乐趣 就是我想干啥 完了以后呢 在不违和国家 就是情况下边 我就干啥 我就干啥 我就高兴 这叫我最大乐趣 进来的我又投进去 四十万又冷进去了 啥叫幸福 幸福就是我想干啥就干啥 炒股赔了也没关系 只要我高兴 你看啊 这李大爷活得是多随性 多洒脱呀 你看看我家有欢迎机 我这裤子补的 边儿杂的 这补的票我都说这种 自己补的 这有机器不能补吗 这款这款是自己补的 不是这都不重杂的 晃痘 哎呀 这都小意思 这都会 大 这补的针脚有点大呀 哎呀 我妹妹老骂我 骂我说我不会生活 不会生活 不会生活 钱炒股票一炒 都是万多万 进出多少万多万 这个破裤子 她的破衣脱都扔了 完了再买心 是 你说你有那几十万 你说多买几十好衣服 省着自己还炸这玩意 哎呀 我有一个种观点问题 除了从礼貌行为以外 礼貌行为以外 我中小的人有没有能力的话 不在外面 物质上我可以贫乏 穿打补丁的裤子 没关系 但是精神世界里啊 我必须是精彩的 正如一开始李大爷 对自己的评价一样啊 他就是另类 随性 但李大爷也说了 自己之所以这么随性的生活 是因为自己在感情上 没体会过幸福 跟第一任妻子结婚一年 因为性格不合 两个人就分开了 此后李大爷又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持续了二十多年 最后也已失败告终了 而后李大爷就一直跟老母亲生活 2011年老母亲去世了 李大爷一直独居至今 第一个 单身独居 对 要过二人世界 第二个 我们俩能合得来 对不对 完了以后有共同语言 你像我那个喜欢开个汽车 或者炒炸鼓 或者想创业啥的 这边红娘刚把李大爷征婚的消息 传递出去 那边之前上过节目 没找到幸福的 爱养花的刘云刘阿姨 就联系到了红娘 她说自己就想找个年龄大点的 有文化的老伴 刘云64岁 离异 退休金2300元 长春独居 租房住 来接 出来接你来了 欢迎 欢迎 你好 欢迎 请进 我再给你们介绍 好 好 进吧 这是李友 李大爷 这个是刘云 刘阿姨 今天给你安排的啥 穿的 下手人那裤子都补了 你连条没补的裤子都穿不出来 我最近女的来讲没有会演员干净 你那瘸子瞎子的话能和我心 有共同语言我就行 我能接受 刘阿姨对李大爷家的住房环境倒没什么要求 不过啊 对今天李大爷的穿着打扮 尤其是那条戴补丁的裤子啊 有点想法了 但刘阿姨也说了 刨出这些外在条件啊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一下李大爷的人品 而李大爷说啊 自己相亲从来就不看演员 主要是看跟刘阿姨能否在接下来的交流中聊得来 我先炒谷 你炒不炒谷 我炒谷 你支持他就这样 这个 我炒谷 人家想怎样 就是 我炒谷 自由嘛 自由发挥是不是 你啊 还有红线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李大爷 我跟你讲 大爷还会整缝纫活呢 我就喜欢缝纫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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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使吗 好使 来 吃吃 来 吃吃 一百多年 这是上午的时候大爷缝的 看看 我给他表演 表演 你表演 我给他阿姨给你表演 表演 你要这么的 因为的这么长 你说我这辈子就喜欢这玩意儿啊 给他做的好使 你看看阿姨的这个角度 还挺好的 你咋就碰到一个 我喜欢 是你男人 你喜欢的东西啊 对啊 阿姨 你看 他认识是 大爷这空的啊 自己整的 自己做的豆 以后 不错 这个 以后都是呢 都是啥呀 合适啊 你帮我做 有哪里的 有哪里的 咋不说呢 对 你听听啊 以后要是成了 缝缝补补补的活 刘阿姨全包了 看来因为这台缝纫机 这刘阿姨对李大爷的好感度 是提升了不劳少啊 接下来李大爷开始主动打听 刘阿姨的情况了 我说你以前在哪儿退休的 在那个 我是黑龙江人 我在黑龙江那边退休 到长春退的 那边是手工业 二清企业 你家的还买个小房啊 没有 没买 我 首先这点来讲嘛 就没有不行 我说人家找到你的 这个有个房子 知道我过了 单身独一 像我这样 我说人家找个有个房子 他连房子都没有 想来我过来不好的话 想来找办当 念一念不去 还打官司 阿姨你考虑到的是这点 如果不合适了 怕着不走 不是现在 社会先生不就用事吗 车娜 57岁 一季幼儿园退休 退休金2300元 住房面积110平米 丧偶跟女儿同住 没想起来就 就伺候这些花 我觉得你养的 比一般人养的都好啊 你看看这个是 这个属于那个绿螺 养这么大 就是姑娘们同学 还有同志的朋友 顺利来就说 哎呀妈呀 说没看到谁家绿螺 刚养成棵大树 是啊 而且看那个电视故事上 我发现都是粘着鸟 鸟和铁儿 我觉得可能也跟你的工作 有关优势嘛 对 长大 要说这车大姐的家 是真有特色呀 用咱红娘的话说 赶个绿色生态儿了 车大姐也说了 旧爱大自然 可能是跟自己从事的 幼师教育有关 车大姐是一季下属的 幼儿园退休的 一季退休 李大爷也是一季退休的呀 而且车大姐还具备 李大爷持有标准中的一条 那就是开车 我就是别人想会 我就想会 就是这么的 别人开车我就想开 我不管开着咋样 反正我肯定得要坐上 是不是吧 就这么一个 我下了驾照在南光厂 就是求这个驾照 我顺便看机器开 你算是 你太厉害了 整个美心路的正牌 你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害怕 太厉害了 因为天生开车的人 除了会开车之外 车大姐退休后的生活也不单调 因为车大姐加入了老年模特队 这有穿模特的那个衣服咋的吗 有啊 你给我们试试的 换的吗 换的呀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白家的这个好身材的 我的天哪 好漂亮啊 这真的 模特啊 太漂亮了 跟我一比 我显然 我就是 我一穿姐姐的衣服 都在给我套进去 车大姐这模特步 走的不是一般的有气质 看得出来 车大姐的退休生活 安排的挺丰富多彩的 车大姐说了 那是因为 爱自己的老公不在了 所以只能自己找乐趣 来排解孤独了 他是一年没的 车祸没的 这句话都没留下 这就是太残酷了 这个事 那应该是变苦的 有个过程 这没有过程 我们小姐没有 一步说的是一号的 我们俩就是说 不是眼睛打仗了 就是说那些口张话 我家伤口也没有 就是特别从我后顾 就那种当时就 那是82年 八二当时你拉忙 可不然你不懂 你父母的那个 拉忙那个散散头子 他这还装修工 就第一个月开 这就给你买了这个头巾 找不出这个东西多少 就特别感言你知道吗 可能护着我 特别能护着我 所以就是现在就想 找一个吧 你说个方面 没有这么相当合适 可以这么说 丈夫的突然离世 让车大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尽管丈夫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但现在听车大姐 讲跟丈夫的恋爱经历 车大姐的眼泪 还会不经意的往下流 看得出来 车大姐跟丈夫的感情 不是一般的深厚 所以丈夫去世后 车大姐一直没想过 找老伴的事 要不是不久前 突然生的一次病 车大姐还想一直担着呢 就我这次胃疼 突然吧 就是吃卷饼 吃得不咋不舒服了 有这次病 我就感觉 哎呀 自己你说儿女再好 她不一定挣得一根钱 我就这么心思的 我想找一个 就是说的 性格开朗的鞋子 从到何 就是她得得五千以上 你要是说低于五千 我是肯定不能找 你知道吗 这个她要主角 这个不要有负担 不怕老年还是这个 想要开始新生活的车大姐 想找个物质条件上 过得去的 能够志同道合的人 红娘跟车大姐 说了一下李大爷的情况 一开始车大姐觉得 李大爷的年龄有点大 大自己二十多岁呢 心里还是有些顾虑的 但一听红娘说 李大爷也是一期退休的 其他方面的条件还不错 车大姐说 可以先见面看看 这敲忙再看看是不是 不是 这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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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大爷 换身衣服啊这是 不是 不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大爷叫 姓李叫林永磨 你好 然后这个姓车 你不是喜欢车吗 好 最后我给你找一个姓车呢 好 我今天八十四岁 不像 还唱这个气质 就是这个孩儿 他们上门来说说的呀 可不像 真的老大爷 可不像 那个气质 那个气质可不像 我今天他真的 他不说我真的不像 你现在本人是不是不像 不像 不像 气质真的不像 你看穿的这个衣服 他 他这都时髦了 看这条鞋 比我这都时髦 看得出来 李大爷对这次相亲的重视啊 这衣服裤子鞋都是新换的 而且啊 这牛仔裤马丁靴配的也是很时髦啊 因为都是一季退休的 所以啊 两个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我现在呆得没事吵我 哦 你会吵我 我会吵 你叫我 我会吵 真的 你跟我说实实在在地看 是不是 那我不懂 我不能说硬懂 这个东西呢 就看你咋过我的 是不是 你咋过我的一定齐愿 我操不 我现在我现在有破气车 我看起来挺好不行 不行 能走到不行 那 那就是 能走到 会开 走驾照 有驾照拿的给一个 不不不不 这是啥 这是驾照 我是 你摸过车啊 摸过啊 好 可能我开的水平没有你好 不行 我需要 我就开三轨 三轨 开三次 你啊 那你这不如我 你还得用我为师傅 我那高速都不管是 你啊 我就在那 就是开三次 串了两次 那不行 你用我师傅 我挑的 都是一气退休的 加上车大姐又会开汽车 这让李大爷 对今天的相亲对象很是满意啊 看来这个开端还是很不错的 看来这个开端还是很不错的 你哪年生人 我六三 六三年 七年五十 七 我不想说一句 这个 这个年龄代查 我得有时候考虑考虑 这个年龄差 其实你也是在意 这个东西你要说不在意 一点不在意 那绝对是写好话 这个事怎么说呢 凭感觉 这东西来讲嘛 因为在我的那种 心的底线当中 底线当中吧 从来没有这么年轻的 我从来没有 没有这么年轻的 那你管我 唯一的标准就是说 是你太行 那你就长得身手大 你试一试 你得因为你心里在这 我值得 或者说我感觉 我和这个人在一起 感觉我和这个年轻 没想到本来很好的开端 被这相差二十七岁的年龄 给打破了 李大爷这边啊 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有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 而车大姐这头呢 红娘给介绍之前啊 也是稍微有点介意的 但人车大姐也说了 啥都得看感情嘛 想到这儿 李大爷稍微放松了一下心情 开始问起了自己 关心的问题 像我成功的话 一般老年人下不在的 他都是打火通鱼 他不结婚 不等鱼 我不打火 那小孩哪有放小孩 把通鱼合适的 我跟你 你给我睡两家 你给我走吧 睡小孩 因为他敲不起 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家 也敲不起我 对于李大爷说的 搭火过日子的想法 车大姐是接受不了的 车大姐认为 如果时机可以 再婚的话 一定要登记结婚 这个问题啊 俩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接下来 李大爷又问出了一个 更关键的问题 咱这么说啊 我突然死 我死了 你刺我死了 你不能白刺我吧 不能白做夫妻成吧 我是不是得给你留点啥呀 那就凭你了 凭你的感觉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说 是我的 唯我去争 永远生过 不是我的 我争我也生过 我妈妈讲话了 到时候啊 你给你老伴给他50万 这房子卖100万 完了以后呢 那50万呢 我来给大伙分 我怎么办 对不对 你咋想 你咋想 我 我过去就不想 我死了 这个房子也需要排卖 排卖需要 老伴找哪住 谁去排卖 谁啊 你就给房子给卖了 不要紧住了 你家了 所以说 我找老伴是调下来 呀 必须是这边有房子 这个是 过 这样的条件 如果你说 你现在呢 今天我说的不太客气了 好 你说你现在没有房子 完了以后呢 就 意思就是我过 我死了 我房子给你 这来是要让他们免败 你们的意思是 这房子要给谁 房子要卖他的 卖完给谁呀 卖了以后 对 他们一天不来的 你都不管哪 你也要给他们有一半 这是人吗 这是血脉关系 这是我妈活着以后 这老理解的这些人 对不对 像人死的 像些继承法似的 他国家有着规定的 我说 我死了 你得回你家中心 我的房子得给我家人分 你听听这个话 谁能接受到你了 我就问你 你还考虑考虑他这条件 他百分百认可 这原来的事情 聊着聊着 又聊到了日后的财产分配问题 可能这都是目前这阶段 李大爷比较关心的问题 不过对于李大爷说的 这个关于财产分配的想法 车大姐不是很认同 这个问题也没谈懂 不过李大爷也说了 其实除了年龄差以外 其余这些个个人观点问题 都可以日后真交往了再谈 如果车大姐这边要是认可的话 可以跟车大姐留个联系方式 慢慢聊 有些问题的话 不能马上一下定下来 也不能说不定下来 因为都有一个阶段 就是考虑一个阶段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完了 把那地址告诉我 我已经考虑考虑 我认为我考虑好我就找你 考虑不好我就不找你 那就别留了好不好 那也行 那也行 我也希望按照你这个标准 我希望你晚年能幸福 因为咱都不年轻了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过年问题 谁也不能免你